记者吴俊峰台南报道,近来国内水果价格的议题引发争论,有台湾阿信之称的无党及台南市长参选人许忠信今天表示,一般多物以为种太多,供给过量所致,其实最重要的是如何找到需求,权力妥占外销才对许忠信认为,要能提升农民收入,稳定供销,除了内需市场的经营之外, 应该考虑产期,储存,运输,选择合适的水果种类,并推动出口,由于纬度与台湾不同的日本市场最重要 他说,日本有1.2亿的人口,当地的外销市场能打开,台湾优质的农产品岂会找不到出路 重点在于政府能否提供必要的协助 许忠信以香蕉为例,建议农委会应尽速与日本达成经济合作协议,降低关税,利于输出,市场才不会都被菲律宾抢占 许忠信也提到,日本农产品的地利标识权做得很好,如青森苹果,神虎牛,等,值得台湾学习,包含池上米,大内木瓜与烙梨,都很有发展潜力 许忠信今天邀请农民杨荣家一起召开记者会,对于近来台湾水果价跌的议题,发表看法,并强调输出是唯一机会 另针对供需与推广等面向,提出相关证件,强调要建立外销管道,解决季节性水果过剩的去化问题